面对生活费高涨 受访的婚庆服务业者指出 新人在预算上更为谨慎 选择举办传统中式婚礼的新人 平均花费同比减少一到两成 来看记者洪宝玲的报道 爱情长跑十年的 郑文聪和洪欣怡 今年十二月将结婚 并决定举办传统中式婚礼 他们星期天下午同家人 来到这家提供中式婚礼服务的公司 了解传统婚嫁习俗 第一最重要就是尊敬父母的意愿 然后自己也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东西 一生一次的体验 保留传统 然后也学习一下 每天的生活也没有体验这种东西 这家业者发现 现在有不少顾客会为了省钱 而上网购买装饰品 贴纸和红包等 比较无关紧要的物品 传统来说 就是比较重要的东西就不能省 就好像过大礼一定要过 然后安床 梳头 那些比较重要的步骤就一定要做 警察也一定要做 所以就是可以省的方面 可能就是不需要买这么贵的床单 不需要买这么贵的茶具 每一个物品就买比较便宜一点的 可能这样就可以省下来不及了 这家中式婚礼公司指出 新人现在希望举办的是 比较精简和温馨的小型婚礼 其实我确实有明显的感觉到 幸运在筹备婚礼的时候 他们的预算可能会稍微紧一点点 因为现在生活费确实蛮高的 我们就会根据新人的要求 来进行他们预算以内的一些推荐 如果他们对自己的礼服的要求 没有那么花哨 那我们就会推荐一些比较美丽 但是又大方简洁的款式给他们 受访业者表示 尽管成本同比增加至少两成 但他们目前没有涨价 新传媒新闻记者洪鲍林报道